北约维尔纽斯峰会12号闭幕 峰会上北约通过冷战后 最全面的区域防御计划 再度邀请一些亚太地区的 国家领导人参会 承诺给乌克兰更多长期支持 观察人士认为 美国通过北约对俄紧逼的态势 越发明显 北约企图燃止亚太的行为 也将加剧国际安全风险 本次峰会期间 冷战结束以来 北约最全面的区域防御计划 获得通过 这份长达4000多页的计划 直接针对俄罗斯 大幅增强东翼军事存在 将30万部队 置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下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 刊文评论 新计划在很多方面 都是美国意志的体现 与此同时 峰会期间 北约成员国领导人 还与日韩澳新 四个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 举行会晤 不过由于法国等国反对 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的提议 未获通过 分析人士指出 如果北约向亚洲扩张 亚洲的发展前景将受到影响 欧洲时报也发文指出 北约在扩张路上 走得更远的态势 对世界来说极其危险 另外 本次北约峰会 还通过一项 多年期对乌援助计划 帮助乌军 从苏联标准 过渡到北约标准 重建乌安全和国防部门 满足燃料排雷设备 和医疗用品等关键需求 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 加强双边政治关系等 这些拱火俄乌冲突行为 遭到强烈指责 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 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北约不是防御联盟 而是战争联盟 是代表美国 搅动战争的催化剂 德国联邦议员议员 达戴伦 也在公开发言时批评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只服务于美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 此次北约峰会公报 15次提到中国 攻击中国政策 对北约利益安全和价值观 构成挑战 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13号在安理会公开会上指出 公报充斥着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偏见 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和指责 无数事实证明 北约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北约自称是防御性联盟 却鼓动成员不断增加军费 在全球进行军事活动 不断越界扩权 挑起对抗 无数事实证明 北约才是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不断越来自行军事实证明